《万有引力》 回答了我们心中所存在的疑问 第一个故事 26岁的石油公司基层审计员高原 三年来每周二都要坐飞往榆林的飞机去工作 风雨不变 这天她如期来到机场等待登机 却因为安检探测器发生故障而导致延误飞机 就是这一场误会让她借助了耽误她登机的机场安检员石小林 石小林出于愧疚 帮助高原改签飞往西安的航班 高原为自己的失态而向石小林道歉 却不想改签航班因天气原因而无法起飞 于是两人有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一个打火机让高原知道了三年来 自己出现在机场的每一幕都被石小林看到 石小林熟知自己的一切 这让高原既意外又感动 就这样两人在三年来千万次的擦肩而过之后 终于消失了 大线世界人海茫茫 可总有那么一个人眼里只有你 第二个故事 数学教授王勇和他的妻子雪莲恩爱有加 却结婚多年没有孩子 在朋友的劝导下 两人拉开了所谓的宝贝计划弹幕 为了生一个健康优秀的宝宝 两人体检健身饮食安排 可谓是做了全方位的计划 但依旧没有任何成效 要求科学生育的两人 无形中将自己变成了生育的机器 没有激情只降时机 两人开始争吵 也影响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和婚姻 最终被宝贝计划折磨的两人疲惫不堪 来到了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享受了一次没有任何杂念的夫妻生活 之后奇迹出现了 雪莲怀孕了 看似科学的推断和安排 有时却束缚了我们人性的渴望和心理的诉求 也许只有顺其自然才是我们最完美的生活 第三个故事 这场女性小美原本有个疼爱她的程序员丈夫和幸福的家 然而由于她的出轨 加之和情人开车 因为交通信号灯出现故障发生车祸 使得这段婚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丈夫的异常行为情人的病重昏迷 让小美意外发现原来车祸是丈夫一手制造的 小美明白了丈夫对她的爱 自己非但没有恨她 还救了想要自杀的丈夫 婚姻就是这样 两人因为相爱而走到一起 想着白头到老 却由于不满足而使自己犯错 但做的措施必须自己承担 可能只有付出了代价才能学会成长 第四个故事 身为跳伞运动员的嘉欣和宋海桥 是最合拍的搭档 也是最相爱的情侣 原本自由翱翔在空中的两人 却因为嘉欣的吸毒而断送了她的职业生涯 父亲的埋怨让戒毒之后的她 开始了自暴自弃的生活 但海桥却坚信嘉欣能够重回天空 她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嘉欣 最终燃起了嘉欣对生活重新的热情 影片通过偶然相识 爱情结晶 背叛回归 拜重生四个桥段 将万有引力的人生爱情观 与婚姻做了全新的诠释 虽然短短一个小时的影片 承载了四段故事 情节上显得有点仓促和不完善 但她所传达出的中心主题 却是明确的 无论是默默注视下的邂逅 完美婚姻的维持 繁杂背后的失足 这一切都是为爱坚持的初心 我想说的是 这一切都是永恒作用力下 最好的安排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